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冲至两周新高1.1327 但此后很快迅速回落 基本回吐了此前的所有涨幅 当日欧元对美元波动幅度一度达到近100点 那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基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称 欧洲央行聚焦于QE的实施 目前不需要更多的刺激 欧洲央行没有讨论延长购债时间的计划 QE若有必要将持续到明年三月之后 德拉基建议不指出目前的迹象表明 经济复苏面临不确定性 GDP增速温和稳定 通胀缓慢上升 数据显示经济在第三季度将持续增长 欧洲央行将2016年通胀预期维持0.2%不变 2017年从1.3%下调至1.2% 2018年维持1.6%不变 那ACY希望国际认为 此次德拉基召开新闻发布会时 其措辞由歌转音变化极大 令欧元对美元短线先意后扬 关于货币政策 德拉基指出 QE若有必要将持续到明年三月之后 一直至通胀路径符合目标为止 在一定的时间内利率都将维持在低水平 欧洲央行将保留大量经济支撑措施 他还指出 欧洲央行已经准备好使用一切手段 以达成使命 但随之却话风急转 称欧洲央行没有讨论延长购债时间的计划 聚焦于QE的实施 目前不需要更多的刺激 并表示低利率限制了QE资产的范围 那ACY希望国际认为 在未来欧洲央行可能将在今年年底 将QE从2017年3月扩大至2017年9月 且最有可能将会是10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 将此决议提出 目前欧元区经济复苏仍然处于放缓状态 且整体增长的步伐过于温和 从而短期内还将会对其通胀构成显著的潜在压力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技术面上 那从日线趋势图中可以看出 欧元兑美元自8月19日以来的动荡局面得以延续 上个交易日欧元运行到1.1365阻力位 下方收出了一根较长上影线的K线 限制了区间内向上格局的进一步展开 预计欧元未来运行过程中仍会出现震荡的行情 那从短线上来看欧元兑美元自8月31日以来 一直以震荡向上的格局运行 但在近期的运行过程中欧元虽然整体表现上涨 但是上涨预阻即爆发出较强的下落动能 不利于涨势的延续 上个交易日欧元创出两周新高后 再度爆发了强劲的下落动能 预计未来欧元将有进一步的震荡调整需求 投资者可留意下方短线支撑1.1225 好 后时中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 本周五9月9日北京时间22点 美国7月批发销售月率将出入 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 好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今日的市场行情分析 如有疑问欢迎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谢谢